马上有请第一间三赛机构 威利电机有限公司 麻烦各位电机的代表 大家给点鼓励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下有没有计时器在哪里 是没有通知给我们的 没有通知的 大家好 评判好 我是Jacky 我是代表威利电机有限公司的 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一些中小型的摩打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类似这些摩打 大家其实是不是看到这些摩打呢 又好像接触不到 但又好像经常看到那样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这些摩打 其实在大家的日常生活里面 是很多时候会接触到的 例如小朋友玩的玩具 男士用的骚扑 骚扑 一些电动牙刹 还有家居经常要用的一些风筒 风扇 或者是一些抽拾机 现在经常用的 都会用到这些摩打的 我先讲讲摩打的两大类别 大致上就是这个DC摩打 直流电机 和AC摩打 交流电机 现在通常用到的都是DC摩打 这一类别 其实DC摩打有三大类 有有刷 有无刷 和齿轮箱 我们有刷的摩打 多数会是一些最普通的摩打 就是一些玩具会用 骚扑会用的摩打 另外无刷的摩打就是性能高点 和没有声 可能会用在电钻 离心机 这些比较高级的机器里面 还有你可以看到gearbox的 齿轮箱的摩打 齿轮箱的摩打 大家可能会看到 其实摩打前面 会安装了一块 这块其实是用来减速的 和扭力会变大一点 大致上可能会用在一些吸塵机 用在一些电钻方面 就会用到这里了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ISO9001的证书 认证和一些证书 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东莞的生产厂房 和我们的办公室了 今天呢 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G-Motor在这两年里面 用了电子商贸平台之后 我们的一些变化 我们在第一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 究竟怎样利用到 我们电子商贸平台 第二部分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用了电子商贸平台 那个电子商贸平台的公司 怎样帮到我们 还有第三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我们的文化 我们公司的管理模式 和文化的转变 最后我们会讲一下一些物流 和我们未来的公司发展的策略 我们在2014年的2月 我们就选择了用阿里巴巴 我们成为了阿里巴巴的高 supplier 从2月到2015年的2月 是我们第一年 第二年就是2015年的2月 到2016年的2月 刚刚2016年的2月 就开始了我们第三年的高 supplier 阿里巴巴的高 supplier 我们平台操作员 我是Jacky 我想讲讲的就是 我们电子商贸平台 阿里巴巴的平台上 我们怎样可以用到 它平台上的一些资料 譬如我的效果 我的产品 我的全球黄铺 product showcase P4P RAQ 和一些秒杀关键词 其实这些大部分 大家用开 阿里巴巴上面的操作平台 基本上都会用到 很熟悉的一些项目 那我想特别讲讲 就是我的效果 和我的产品 那大家其实呢 进到阿里巴巴的网页 首页的 你会见到 卖阿里巴巴 其实在第一页里面 你就会见到一个 Beast Trend 就是数据 数据 你会见到一些 这个点击率 和一些曝光率 那其实大家很大致上 都会忽略到 它旁边有一个 叫Details of Performance 就是这个我的效果 和我的产品 Performance of Products 其实大家会见到些什么呢 OK 大家见到呢 我的效果呢 其实它会有一大堆的数据 例如点击率 曝光率 你点击的数目 还有你回馈回来的 那个feedback 回复率 你自己 那其实这些数据呢 其实它是每星期都会 去更新的 更新给大家看的 那所以从这些数据之后 你就会知道 你自己是阿里巴巴上面的平台 你自己有没有进步 或者有没有改变 那到下面呢 你有机会见到近15天有效的产品 你post了那么多产品上去 你的网页上面 那但是有什么产品 你究竟是 没有效果 你看到旁边是零效果 或者是有效果的呢 那你可以知道 你从而知道你自己的product 那些product information 会做得好不好 那另外我的产品 按进去我的产品之后呢 你会见到左手边是一个产品栏 然后呢 你可以见到有曝光率 你自己的曝光率 有点击率 还有有仿下有多少 你也可以知道在这里呢 哪一个产品是最吸引客人的 原来 OK 那容许我去我们的网站 我们公司的网站呢 就是gmotorhongkong.com 那其实我们的首页呢 就是用了这个flash的效果 那你见到我们公司 有logo 还有一些摩打的电机的sample 那进去呢 其实左手边都是一个产品栏 还有你见到 右手边呢 中间都是一些产品 那点击进去之后呢 其实就会去一个 我们完整的一个规格书 你可能 见到第一部分呢 你会见到一些data 中间会有曲线图 还有一个电机的尺寸 那我们去到阿里巴巴的网页了 去到阿里巴巴呢 其实他给了一个叫mymini site 其实什么叫mymini site呢 意思就是好像一个网页那样 不过是搬了上去 这个阿里巴巴的网页上面 那它其实是容许我们做什么呢 它可以有我们自己 个人设计的banner 你可以放在你自己的产品 有多角的语言 可以给你选择 还有证书你可以放在 还有product showcase 还有你的联络方法 那我们先慢慢看一下 那这些也是个个人设计的banner 那这些个人设计的banner 其实呢 你是可以放在你的mymini site那里 那容许客人呢 是多一点知道你们 对你们自己公司的产品的展示 那别人客人进来 可能就会有印象就会变好了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多角语言的选择 多角语言的选择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这么多的语言 其实是符合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 来到这里呢 他只要按下那个键 他就会去到他的语言 那还有一些证书 你可以给大家看到 去到产品的展示了 那我想讲讲的就是 你可以大约如何去展示你自己的产品呢 你可以看到 产品呢 我们这个右上角 首先第一 你会看到一些认证 认证的资料 这个是客人最需要知道的 另外呢 第二呢 你会看到左下角这个呢 是一个best buy的logo 其实best buy 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logo 就是等于在超级市场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特价 特价的logo 那样的意思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第三个 可以看到 有产品的名称 和我们公司的logo 和底下就是这个公司的网站 那去到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框框 就是框着了那个颜色 我们的外框是选用到粉红色 比较抢眼的颜色 那大致上都是这几种 这几种元素 去令到一个product 你怎样去做一个封面 是比较好 那另外product showcase product showcase 其实都是在阿里巴巴 mini site里面 可以容纳的 那product showcase呢 以我所知 摆在product showcase里面的product 其实是 比起没有摆在product showcase的product 它的曝光率是多很多倍的 ok 那第二个 外贸营营销能力 刚才我们就已经说过 其实 第一个我们是怎么使用了阿里巴巴的平台 怎么使用了他们的资讯 那来着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会说 阿里巴巴的那个 如何可以帮到我们 先上先下 如何可以帮到我们 那你会看到 培训资家 外贸圈等等 其实都是一些阿里巴巴的 网上的一些 给客户支援的一些平台 其实他们就好像一个讨论区那样 不同的用户 用完之后 有一些心得 或者遇到一个困难 他们会在这里提出来 然后大家会去讨论 又或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些video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怎样去做一些新的项目 怎样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这些都是阿里巴巴给到我们的支援 另外呢 阿里巴巴的trade center 和trade manager 都会是一些我们 跟客人可以整天 沟通到 联络到的工具 那另外想说的就是这个skype skype其实就是 在外国是很流行的 那也是我们可以很容易 这样去接触到客户 那线下交流呢 其实阿里巴巴搞了很多的研讨会 一些研讨会 一些讲座 基本的培训 和一些深草班 其实他们经常都会给我们 一些 一些客户去用到的 那 那 阿里巴巴在线下的培训 其实是很充足很足够的 我觉得 那就讲讲我们的对手了 其实你看到Johnson Electric 就是德昌电机 香港最大的一个电机公司 但是他们生产的摩打 可能会是 比较大型的摩打 跟我们也是有点分别的 那大中小型 他们也会有生产的 那另外KIMO和力輝 其实都已经是阿里巴巴的用户 他在电机方面 他们也是在 会排头位的 也是 在排名方面 会比我们的 规模也比我们的 那 容许我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两个生意的实例 那大家 我可以看到一个叫Fimey 一个叫P&G 那两间其实都是外国的企业 那但是容许我先和大家 分享一下这个 失败的案例 是 那我们 P&G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个人护理的产品 是做开 那 他们多数都是做一些 电动梳跑 电动牙刷 那样 他今次的查询是 这个F-180的 模特的 的 的电机 那也是 刚才我说过 最普通的电机 摆在梳跑里 电动牙刷里 那我们大概是 是在买US0.6的一件 那他这个project 是需要十万至二十万件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 我 原来呢 第一 原来我们的回复时间 是比较慢的 我们是原来 和外国的客人接触 客人给我们资料 和我们回复的时间 原来是差 就是 如果他们给我们时间 给我们资料 给我们资料 是我们的晚上 到我们给资料 那时候 就是他们的晚上 基本上 一来一回 可能需要几天 是 那然后呢 因为我们 刚刚用阿里巴巴的初期 我们的工程师 是没有习惯 原来是没有习惯 查邮件 那这个可能是工程师的通病 他们可能会 对一些图纸会多 对一些机器会多 但是他们 对电脑是可能比较少的 那当然 这个我们之后 会怎样改进 我们之后会再说 另外呢 我可以和大家说 就是因为我们的product 刚才也说过 那些是最普通的电机 最普通的电机呢 你的 价钱 其实是 越少 其实已经是很敏感的了 因爲 所以呢 公司也是 着重电机的品质 所以 你说我们很贱卖 很便宜卖 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也是价钱 方便也是有问题 所以 客人最终回复 失败呢 就是告诉他们 他的project是停工了 这样 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呢 就是这个FIREMAP 其实他们是一个 意大利的企业 来的 他们主要是生产一些 大中小型的吸层机 家用的吸层机 商场用的吸层机 都有的 这次需要的model 就是这个RS550 50的电机 需要5000件 那你可以见到他们 类似的大型的 大型的 数地的吸层机 整个车的吸层机 都有啊 他们都会做到的 那其实 在这个 成功的案例里面 究竟有什么巧妙呢 其实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一看 那幅图 就会知道的 这个呢 是我们原本 RS550的摩打 的电机图来的 那大家 又对比一下 客人要求的 RS550的电机图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 眼睛的大家 可能都已经看到了 其实呢 它在这个摩打呢 在这个轴上面 是多了一个东西的 大家看到 那是多了一个什么呢 是多了一个齿轮的 原来是 那我想告诉大家 原来这个客人 是需要在 摩打的轴上面 安装齿轮 那我也都可以 告诉大家 摩打的供应商 我们是摩打的生产商 但是我们 不是齿轮的生产商 如果好像 客人需要 这个RS550 这个图的需要 他们是需要 找两间生产商的 是这样的 但是 我们都知道 因为客人 是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把他本应 是他做的东西 就变成我们 所以就是 我们就帮客人 找到这个齿轮的生产商 所以 装嵌也是 我们帮他装嵌 所以呢 成功我们就在这里 可以做得到 那整个生意过程呢 我们大致上 是三至四个月 里面包括了一些 样品的测试 样品的製作 那当然 你自己的报价 一定要做好 资料一定要做到充足 这些是不可话缺的 那么 电机本身 我想说的就是 电机本身呢 其实客人可能不单 是要你自己的产品本身的 我们可能 客人需要更多的附加产品 例如一些电机的 连接线 齿轮 和一些开关制 其实这些是类似附加产品 所以我想带出的话题就是 其实 大家在阿里巴巴上面 买的产品呢 其实如果可以 有一些附加的产品 大家知道 你的产品 另外一些附加产品 可以提供了 其实这个成功率 就可能会高很多 那么客人现在的反映呢 我们已经成为了 可以稳定的供应商 那么大约一至两个月 他们是定期的落单的 那么呢 并且已经有多两款 不同的电机 是被我们查询的了 OK 那么到第三部分了 这个部分呢 我就会讲一下 我们公司 因应电子商贸 有什么改变 整个团队 很简单 以前呢 2001年呢 我们在建立公司的厂房 在东莞 公司成立 然后去到 去到 2012年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在香港 我们集中在香港 和大陆的市场 然后呢 我们曾经公司 是用过Global Source 不过那时候 我是未加入公司的 那么他们也是没有 一个建立 e-commerce的团队 的 去到2014年呢 我们2月呢 做了阿里巴巴的 gross supplier 然后我们建立了 e-commerce的团队 那么大家可以见到 这个是 黎生 就是我们的总经理 有我 和三位同事 在大陆的同事 生产部 和工程部 物流部的同事 那么在2014年 阿里巴巴 2014年2月之前 我们用阿里巴巴之前 其实你可以见到 我们不同的部门呢 其实的运作都很单调的 很单向的 而且我们的营业员 是需要亲自拍门的 那么呢 我们覆蓋的范围呢 都是香港和中国 这个主要就是我们的生意的来源 但是去到2014年2月之后呢 我们用了阿里巴巴之后呢 我们不单止建立了 我们自己刚才说过的 我们阿里巴巴的操作平台 多了一个 我们和市务部和工程部 三个部门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案子都会互通的 这样就增加了我们的沟通的技巧 增加了我们对客人的认知 而且我们的覆蓋的部分呢 就是欧洲 美洲和全世界的 基本上可以 这样就变成了我们的营业员 是轻松很多的 那么因应这个电子生物 我们改变了那些文化 刚才也都说到了 因为刚才我们 说到了就是 跟这个外国其实是有时差的 所以我们希望 晚上我们都会操作这个平台 希望它混合一个欧美的客人 那还有呢 我们吩咐了工程师 是每天都要查电邮的 等 不会走漏每一个案子 那目的呢 就是希望工程师 翌日呢 可以立即收到资料 然后呢 可以马上回复回 资料 加快这个回复速度 那另外 每星期都有例会 或者两个月一次 都有一些大会 另外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老板 给了我们的文化 给我们一些指引 希望我们 在工作之余 在生活上都是需要这样 希望嘴巴甜一点 脑筋会一点 这样 还有 世上根本无难事 在乎有没有信心 这些希望 其实都是一些 我们公司的老板 鼓励我们互相勉励的文化 OK 到最后一部分 第四部分 我们就会讲一下 一些物流的策略 和我们公司未来的方向 大致上 大致上呢 物流的策略呢 大致上我们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送样品 和分开大批量的运送 那送样品呢 就是 我们会在东莞的厂房 去香港才运送 香港的办公室 再运送客人的目的地 那我们就会用DHL的服务 对 那如果大批量的运送 会怎样呢 大批量的运送 就会由东莞厂房 直到香港的船公司 香港船公司之后 就会去客人的目的地 那我们就会用了 这个JAS Forwarding的运送 是这个船运的 那关于这个 截省成本的方案 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 截省营运的成本 截省营运的成本 我们尽量 我们尽量 是希望 在香港出货的 刚才文先生也说到 其实 有没有人在大陆出货 希望会避过这个税行 那我们的意思就是 希望 中国VAT增值税 希望可以避免 还有我们尽量 希望用一些 价钱好的船公司 或者合理的船公司 尽量去减低我们营运的成本 那时间上的成本 刚才我们也说过 希望 晚上去操作这个平台 起码 不算很多时间 但也希望有一至两小时 去吸纳我们欧美的客人 尽量希望可以将资料 给工程师 第二天就立刻可以有回复 另外 我们不同的部门 也都加强了沟通 刚才说过 那我们未来 拓展业务的策略 首先 我们也是主打 我们欧美的市场 是一些比较需求大的市场 另外 也是需求大的市场 不过一些廉价的市场 例如巴西、中东、印度等等 以及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现有的市场 就是香港、中国 那容许我在这里 做一个分享的总结 那一开始 我们讲过 阿里巴巴开囚这个平台 我们怎样利用到它这个平台 数据上 有我们自制的Banner 有我的效果 有怎样去编辑这个图片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阿里巴巴如何去帮助我们 搞一些研讨会 讲座 令到我们增值 还有我们刚才也试过 有讲过生意实例的分享 成功和失败的分享 第三部分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自己公司团队的变化 我们怎样增加了 我们阿里巴巴的e-commerce的团队 和我们自己的文化 老板如何去鼓励大家 公司里面的文化 由我们以往在中国 大陆 要到处走的 到现在 其实我们可以在 电子商贸平台里面 接触到全世界 还有最后呢 我们刚才刚才讲完 就是这个 物流的策略 和我们未来业务的方向 是的 那到最后呢 其实我想多谢 我们 多谢我自己的老板 阿黎先生 他今天没有出席 虽然是 还有我想多谢阿里巴巴的 币销售 manager Katy 在那边 是的 那他其实在 这个PowerPoint上 就给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 和很多资讯 那这个就是我的 E-mail 大家可以随时联络我 那也都多谢各位 今天 听我的分享 多谢 谢谢 多谢威尼电机 有限公司的精彩演说 那我们先留一留步 先听听各位评室的 专业意见 首先我们请Thomas 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吗 Thomas 好 首先 好 多谢Jacky 今天出席这个比赛 那我相信 你是第一位 可能会有点紧张 正常的 那不过我刚才听完 Jacky 你说 那其实我觉得 都挺有亮点的一些 一些位置 还有我觉得 虽然说今天是比赛 其实你也是一个分享来的 其实都是给在场 那么多的朋友 观众朋友 其实是一些认识 究竟是怎样去做好电视商务 那譬如 我刚才留意到 就是 譬如你总结也是总结到 就是说 那个产品图片那里 我觉得你做得挺好的 这方面也做得不错 因为很懂得去 抓住客户的心理 因为老实说 你做电视商务 是需要 说真的 我们有时候 在互联网 什么三秒法则 可能人们看三秒之后 就不看了 你一定要抓到 眼睛 抓到 那个买家的 那个想法 的需要 去留下 所以我刚才看到 你那个BestBuy的标准 其实挺创造的 OK 这个不错 还有一些证书 我相信是因为你的行业 CE 那些是你的行业 会比较突出 所以也可以帮助到你 第一时间 已经可以 就是叫做 吸引到客户 那么另外 我刚才也觉得 你的失败案 其实挺好的 因为 其实失败案 其实不重要 我反而觉得Jacky挺好的 就是愿意拿个失败案 出来说 那么大家 香港我不知道 大家的文化 是不是 就是可能我们 有时候做生意 或者做老板 那些 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说一些 不好的东西 除非可能私底下 公开就是公信 不敢说一些 不好的东西 但是你都愿意 你们公司愿意去说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 失败不要紧 刚才我听你 所以 P&G 的案子 其实你说 你回答的时间 比较长 就是可能比较遲些 去回答 以及可能预备资料 时间比较长 所以 导致到你的案子 会失败了 但是 我觉得你在中间 你能够得到的 方法 的解答 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会比较建议 其实 如果面对着这些 可能跨时间段的客人 譬如美国 跟我们的时间 刚刚上班的时间 相反的 这些 可能不要管多少 可能你有些自处回答也好 或者可能 当你一上班 有时候可能真的不能够 24小时的 一上班 你起码就算 你准备资料 需要时间也好 先回答 跟他谈谈 也好 那这个来说 会比较容易 去留得住客人 是的 不过 也提了一点点 就是 刚才你那个 我见到你最后的资源云庸 这个我给一点点意见 那 其实 我知道 譬如在物流上面 可能你们会有些策略 但是刚才就不是很听到 究竟真的实质上 可以帮你带到多少的利益 就是 省到多少钱 或者百分之这些 就刚才不是很听到的 那这个来说 我相信 在座各位其实很想去了解 那也都 我相信 你们公司也都可以 凭着这些东西 可以表现到 究竟你们公司 究竟在这方面 有几能 几能地做到 成绩出来 那也都可以 给大家做参考 好吗 那剩下的时间 我让你给他几分 好 谢谢Thomas 哇 说了大致上的问题 和你解答我的答案 但是我真的有少少女性 想和你赞救一下 就是 刚才你说 其实如果你说 回答外国商户的资讯 刚才说是自备 其实你本身有没有一个 服务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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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的 策略 或者计划是如何 现在有没有一个对比 是的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多谢你的问题 多谢你的评语 那 第一个问题 就关于 就是刚才 我们 有没有一个时间 去回答客人呢 我想告诉你 刚才在一个失败的 这个分享 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那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用这个平台 但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 阿里巴巴 其实它上面 另外有一个数据 就叫做Response Rate Response Rate Response Rate 其实就是 一个客人问你问题 發个电话给你 那时候 你需要在24小时内 回答他 那你的Response Rate 就会 回答得到 不然呢 你的Response Rate 就会降低 亦都是因为我知道 有这样东西之后 我就会 盡量在24小时内 回答这些电话 就算好像 刚才文先生那样说 其实他 传个资料给你 或者是给你 或者是给他 也好 其实我都会 尽量在24小时 回答一下 给他 就算是 尽管在那个时间 我未能够做充足的资料 准备到给他 但我都会 起码 回答他 先 这个是我们 后期的转变 可以说 是的 另外 我想讲讲 就是 刚才 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 未用这个平台之前 其实 未用这个平台之前 公司是用了 这个Global Source的平台 的 Global Source的平台 因为那时候 我未入公司 也 大致上 不清楚他们的运作 但是 可能公司 也觉得 Global Source的平台 比较单向 所以 没有什么 去投放资源 他们也没有建立一个团队 所以 那时候 生意其实是不显著的 当然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我们 也是加入了阿里巴巴 两年而已 我们的生意 业务上 也不可以说 是显著的增长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是一个 稳步上扬 你说 突然间 两年内可以扮一声 等于我们公司的业务 很大的 大家都不会相信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维持在我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么在这个网上 电子商贸平台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刚刚开始 但是我们看得到 我们未来 是可以在这里 可以继续发展 向大世界去发展 就instead of 只是在香港和中国 那么 希望 就是 未来的将来 我们都会向这个方面 发展 在生意 希望稳步上扬 多谢 多谢各位 好 大家来的各位意见 那 那 谢谢 Jackie 那么想 那么第二个参加者 在做present之前 想要看看大家 其实呢 在我们的后面 其实有一位同事呢 会告诉大家 究竟这个时间 去到 还有多少分钟的 所以各位 每一間的參加者可以到